东北啊 东半部啊 还是会有降雨 要等到下个礼拜二 水气减少 迎风面的降雨状况 当然就会缓和 另外温度部分也要提醒大家哦 因为我们提到呢 有东北风在吹 接下来这周末呢 随着高压出来 东北风会再增强一些些 凉空气变多了 降雨变多了 周末各地的温度都会有所下降 尤其是在北台湾 感受上会比较偏凉 这种高温呢 会降到大约 24到25度 东半部的高温降到大约 27度左右 南部高温 还是有在30度上下 这是高温 全台各地的低温呢 会降到大约在22到23度 所以北台湾整天有凉意 其他各地早晚的话呢 记得也要添加衣物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丁铃 就告诉大家了 中部南部